他們可能就因為這樣就覺得說 啊 那朱大哥復活了復活了啦 那個過年賀歲片就是有望了啦 這個大尾的第三集 應該今年可以出來了啦 就是大家一再講一下 就是今天做這道料理 你想要跟賀錢點一些特別的往事 其實今天今天的每一道菜 我覺得都跟爸爸有連結 因為這個雞排英雄嘛 爸爸付出的第一個賀歲片的電影 那今天的所有的料理呢 在那個電影裡面都有出現過 那其實像這個剛剛做的那個牛排 雖然說我們全家人都不吃牛 但是呢 我們很喜歡去吃豬排啊 雞排啊 我們喜歡上牛排館聚會的那種感覺 因為我們的第一次重逢的父親節 就是在牛排館裡面度過的 對 所以其實今天的每一道菜 包含到最後的那個薑汁番茄 其實真的也是小時候的味道 那哪一道菜是最印象深的 跟爸爸吃的那一種 應該是牛排吧 只是剛好今天是牛 對 那我們以前都是吃豬排這樣子 對 豬排或雞排 那今天就是關於下巴的部分 現在這種方法如何 下巴呢的部分就是 我常常在就是季節交換的時候 然後就是這個捏耳關節會痛 就是這邊 對 那志明哥 你在我旁邊 你可以聽一下聲音 有聲音耶 有聲音耶 有聽到嗎 半夜在磨牙的聲音 再一次嗎 這樣 真的有嗎 你們都有聽到嗎 有聽到 對 你就雖然我旁邊會把你推出去 然後就是季節在轉換的時候 吃東西都會痛 所以那時候雖然說是跌倒在這裡 然後傷口在這邊 可是其實這邊反而是最不要緊的 反而最要緊的是這 因為我在 我很用力的撞擊到這邊 那這邊是撞擊的銜接點嘛 所以反而我現在這邊在修復的是 我覺得最累最辛苦的 對 然後包含有時候 我唱歌嘴巴要髒到最大 或是我想要收放自如的時候 就會有一點影響 前一陣子還好 不過最近有點嚴重 就是那個 這個聲音非常的明顯 我自己都有點害怕 你們聽到嗎 會繞野孩的那一種 剛剛說笑的時候會使不上力嗎 笑的時候使不上力是前期 前期的時候比較會 現在比較好一點了 因為像我這一次這張專輯 是九月發行的嘛 那九月發行前置作業的時候 然後那個幫我拍宣傳照 他已經幫我拍九張專輯的那位攝影師 拍完之後 因為他拍的時候 他就不敢跟我講 拍完之後他就跟我說 我覺得你跌倒 好像有一點點影響到你的臉耶 這樣子 我覺得你的笑容好像有一點 不太像以前 我說其實我自己也有感覺 就是有一點無力 不過最近有好一點了 對 最近反而是 關節在咬合的時候有點不舒服 對啊 所以這個要呼籲大家 丑陋要小心 因為這個是跌倒沒有 我覺得我已經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因為他這個傷口剛好在最下緣 你看我現在 我現在雖然 妝沒有特別去蓋 但還是看得到啦 近看還是看得到 對 有疤痕 近看還是看得到 對 那講話其實不太有影響 唱歌也還OK 我自己專注一點 辛苦一點就可以克服 對 不然如果真的 把我的野孩 跌到落野孩的話 鬧掉了 我就不能唱歌了 接下來有什麼樣的計畫 那明年幾首 接下來就是好好的準備我的跨年 因為我這次跨年呢 就是有跟一個 風格非常特別的舞團合作 那因為我這次的歌曲 搶頭香 它就是一首非常中國風的歌曲 所以那個舞團呢 它也是非常富有東方文化 跟結合 它是傳統技藝在結合現代捷舞 所以我覺得很酷 所以希望在跨年的時候 來呈現給大家一個特別的表演 我前兩天還特別南下 到高雄去跟他們練舞 看場地 沒有去跟他們練舞 所以是個大秀 專門為這次跨年做的大秀 因為它這個團體 他們是在高雄 在南部 希望所有的聽眾朋友們都會喜歡 服裝上會特別辣嗎 還是走哪一種服裝 服裝現在我還在煩惱 他們沒有預算 他們沒有預算上線 已經算兩天了 但是現在衣服都還沒有定案 這樣 對 有點緊張 我想問就是 像爸爸已經施行 網路上蠻多網友 就是被發起活動的時候 什麼 突然科復活 那些 那還有看到青青青本人有回復 那想對一下這個 看法 其實那一天是因為 剛剛有爸爸的名單 那因為每年的爸爸名單 就是12月6號那一天 我一定都會在我的粉絲頁上面 祝爸爸名單生日快樂這樣子 那因為我知道現在其實還是有很多的 粉絲都非常的愛爸爸 就是不管是看他的節目啊 然後在他 我如果有PO生日快樂 他們也都會來獻上祝福 但是呢就是這一次的這個PO文 就在留言區就有一點點 我不知道該形容他是 好笑呢還是 因為我覺得他們 也算是另外一個在支持爸爸的方式啦 對 因為他們就是有一個什麼死派 跟火派 對 但我不太能夠理解 你們有聽過嗎 沒有 你們有聽過這個嗎 因為我真的不能夠理解 可是他們就 好像他們能夠理解 然後他們在那邊講的 好像哨子騎士 對對對 就很興奮這樣子 對 因為我們前一陣子不是常常都會有一些 利用AI的方式 哥哥有一些AI的技術 然後讓爸爸感覺很像 栩栩如生的復活啊 我們還一起拍那個手遊的廣告啊 對 所以就 他們可能就因為這樣 就覺得說 那朱大哥復活了 復活了啦 那個過年賀歲片就是有望了啦 這個大尾的第三集 應該今年可以出來了啦 這大家一直在講 所以網友的幻想比我們多 對對對 可是其實我覺得有他們的這個不斷 因為請知道集思廣益 他們很多的創意 我們也許 說不定會做出來 對 也許我們真的能夠採用 說不第三集就是朱大哥的那個AI的人像出來演 用AI的方式 但如果劇本真的很棒 拍的也很好 那有何不可 大家就在過年的時候 然後多了一個非常好的賀歲片可以看 沒錯 那會想接替爸爸的去拍賀歲片嗎 你說接替他嗎 接替他太難了啦 他是這個無人能夠超越的紀錄了 他是一個精神的所在 那我只能因為身為他的女兒 我只能傳承他的精神 對